我們歡迎先入組組長黃立夫 工商服務一下 下午在H0的議程被取消了 好 大家好我是 縣入組組長Derry 那大家還在移動 我不知道別的場次有沒有人要過來 我想我們 再等兩分鐘好了 那就跟大家先聊一下 就 剛剛 先入組的 組內的通訊有說 2G無線網路沒有辦法連上 對因為我們已經放棄2G了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其實我們也 有難言之隱 對就是因為2G的頻道能用的很有限 然後加上所有的熱點都會在2G上面開 對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2G無線網路連得很順暢的話 建議你去買彩券 對應該會中獎 我是這麼認為的 因為連我自己連2G 我都不會抱持太大的希望 對 對 那我必須說我跟剛剛前面一個講者 其實是 剛好是完全講反 先入組本身到現在來講 它是一個 已經有一個結構性的組織了 我們不會稱之為社群 我們會稱之為社團 這樣子 對好 再一分鐘好 看起來沒關係 那我就先開始講好了 對因為我也不曉得別的場次的狀況怎麼樣 大家好我是David 那我們現在的頁面是怎樣子 不管有線無線通通交給我們就搞定了 那CPR Team的意思 C-Cable P-Ship Power R-Ship Radio 對我們在處理這三件事情 那基本上我們在解決的問題就是通訊的限制 就是包括有線無線 然後就是說 我們又要為了要達到這個通訊的服務必須要的手段 包括場地跟電力問題 好這是我們的網址 那頁面就是剛剛那一張圖片 那其實這份簡報如果昨天晚上你睡不著 我相信已經有人看過了 對所以我會很快速的帶過去 那你願意留下來我相信你有事情要問我 對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說 就是你想要問什麼很堅設的問題 我應該都可以回答 對對對 好那我其實只有40分鐘 那我現在剛剛已經用掉了10分鐘 對 還有Q&A 所以大家只能講個大概 那內容很少 因為都是重點 那我們也不講技術 就是我們單純討論的是一個經營的問題 就是經營社群社團的問題 好 2003年到2008年 那個我在iCourse 2003年去講了一場 叫做社群的結束 什麼叫社群的結束 因為我以前是TCLug的召集人 但是我們退場 什麼叫退場 因為在十幾年前那個時候 在台灣經營社群是非常困難的 對 我曾經在大概前幾年 大概在2010年左右的時候 遇到台中去新竹工作的朋友 他們說為什麼台中都沒有開放軟體社群或社團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只能喝喝 對 因為那個時候你在新竹工作 那台中沒有人 那那個時候我是一個 剛出社會二十歲的矛頭小子 那也沒有資源 然後那個時候Debian剛出2點0的時候 我晚上不睡覺 用四倍數的光碟機器燒光碟片給大家 發Debian光碟片說 我們在做 在玩Ninas 這樣子 對你可以參與我們 對 然後在這中間去了一家軟體公司 順便當兵 那2008年的Course Couple 我是與會者 然後那時候我就靠杯瑞士說 網路怎麼這麼爛啊 那其實那個時候是剛好台大 遇到台大的那個 光纖網路做維護 所以就是說 我2009年就跳 跳下海來做這件事情 對 那好等一下再繼續說 那Course Cup2009 跟現在一樣雙場地 那個是在台大 台大印尼索跟那個 資訊系的玻璃館 對 那遇到一個很糟糕的狀況 就是 其中有一個單位 他不清楚所內IP使用狀況 他的管理準不曉得 所以他給我IP 我設上去那個設備博客 因為衝突 對 但是那個人他是一個IT 對 然後他在台大裡面工作 對 然後就感覺被陰了 對 但是 我沒有說什麼單位喔 對 然後那個時候的AP效能很差 對 會過熱 然後到最後就是 你聽的無線電 然後在大概 兩個場地 大概距離有四五百公尺 然後那天走了 可能走了十幾公里 然後走完就瘸掉了 那天我記得 我在下樓梯的時候 是有兩個人撐著我 這樣子一拐一拐下樓梯 對 然後 CostCup 2010 這個時候政治叫線路主 我們不叫做網路主 因為我們處理的事情 不只是網路 我們也處理攤位的電力 我們也處理 就是說工作人員的無線電 對 就 這個東西不能很明確 很明白的說 但是 我們擁有 我們就是 我們跟我們的 就是說 組員相關 有關係的 我們擁有台灣最大 就是 非商業組織來講 最大的一批無線電設備 對 那就是 我們用利用錢換來的 對 大家都自己花錢 就說 喔這個日活動缺幾次 無線電自己 電錢先下去買 然後有錢就開始還大家 喔這次你花了 無線電買了多少錢 這樣子 對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 對這個場地不熟 那個時候是第一年 到這個場地來 所以就想說 喔理所當然 這種場地應該 那個什麼 訊號隔離度很好 幹嘛 沒有想到後來才搞清楚 原來這場地牆壁是空心的 然後那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的無線網路2.4G 你就照預設功率開 你就發覺 哇 去哪裡訊號都一樣強 然後網路就爛掉了 對 然後 我在2001年那個時候 做無線網路的時候 真的是被罵到臭頭 但是我沒有在網路上 有任何的公開回應 我就 牙齒咬著 就是 我明年要繼續做 我只有這個想法而已 對對對 然後有一個人 有來幫忙 叫做小飛機 對 那如果你有開簡報檔的話 你可以去點那個連結 對 我是覺得他是一個很厲害的男生 對對對 他一個人可以讓我這樣幫我忙跑圈場 真的太厲害了 對 好 在2011年的時候 我開始插手很多事情了 對 因為我覺得 嗯 我在 我做網路那個時候 沒有所謂的Maker的概念 就是Maker是 我們在做網路已經做到一個階段之後 才有人在講Maker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只是就是 我覺得什麼事情不合理 我就自己跳下去 然後我就去做 找到一個在我的經濟負擔能力上面 可以取得平衡 我的時間可以取得平衡 然後可以做的方式 我就下去做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認知是 其實中原有很好的設備 那個時候 其實這裡的設備 就已經有相當的完整度了 所以我就試圖去跟中原有的計算機中心 我就找到窗口 我們去聊 我們怎樣去善用那個設備 那跟大家報告 其實中原有兩個機房 主要的機房 一個是在計算機中心 一個就在人文館 人文館 他在變成人文館之前 他好像是什麼洗衣房之類的 然後洗衣房旁邊有一個小的房間 就是備員的機房 然後他整個改建之後 備員的機房還是在這邊 然後這裡對外的頻快是兩G 對兩G 所以就是說我們遇過最誇張的事情就是 某一年的口子COP 我們在我們的Gateway上面 遇到有一個與會者 用網路方鈴 那一天傳了900G的流量 為什麼會有900G的流量呢 因為他可能從中原院的某一個伺服器上面 在拉檔案 可能是電影還是幹嘛 我們不曉得 但是他在我們的Gateway上面 傳了900G的資料 然後我們也很頭痛 但是基本上只要Gateway沒有當機 我們也不會去阻止他 對 那Bi這邊有很好的有線網路手次 所以可以這樣做 所以就是說 嗯 但是在中原院這個場地的問題是齁 他在這邊只有兩個Clydus C的IP 所以你就變成就是說 喔 就不夠用嘛 因為我們就超過500人 對 而且形容裝置越來越多 還是扯到一點技術啦 就基本的概念 對 好 繼續插手更多事情 然後突然2012年 就是所謂的月月有康復 什麼叫做月月有康復呢 就是除了過年啦 比較大的節慶的月份以外 你就發覺每個月都來一場康復 就JSDG也出來啦 PiCon也出來啦 CCon CCon就是先入族的大學生覺得就是說 呃 大學生應該要有一個Cost Cup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就做做CCon 對 然後那一年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 呃 在CCon的時候 這邊的無線記憶台癱瘓了 然後後來就是 中原院的窗口找了廠商來 他說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控制不了 就是廣播風暴的問題 對 所以這一年的時候 在 隔年就是有做一個處置齁 我們就是說 中原院第一個它增加了設備 然後第二個 其實在 2012年的Cost Cup之後 我們做了很多的直網路切割 所以避免就是說 廣播風暴的問題 在2012年的時候最扯 我先回去講一下2012年 2012年最扯的時候是 因為PiCon它本身是一個 資安研討會 所以資安研討會 基本上它的網路就很不安全 因為大家都想試一下資安 對 所以我們就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我們有接我們的設備 所以就是有人在說 喔大家在 他在騙別的電腦說 我是Gateway 所以那個騙的動作騙到 連我們在接 我們本身是Gateway的Switch 都被騙掉了 所以我們就跟會場的大家講說 對不起 我們現在只能網路斷線重開機 對 這也是後來做Wilhelm分割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連我們都被癱瘓 連我們做服務的人都被癱瘓 但是我們不會說 使用者這樣做不對 因為它是資安研討會 所以它的網路一定不安全 所以因為資安研討會 它在做的事情就是 讓你知道資安的重要 所以你要自己去解決 你自己的資訊安全問題 不過我們希望 讓你不要在cost cover做這件事情拜託 對 好 那我們2013年 cost cover有去TICC 那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 就是人手很不夠 設備很不夠 然後我們 在TICC 花的錢 那一年花的錢 其實在TICC的認知 應該要花錢 裡面我們只花了大概 五折到三折的費用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那一年 假設花了三百萬 其實在TICC 那一場活動應該要六百萬到一千萬 對 就是cost cover用了很多的志工去節省 我記得 我們那一天 線路組的人 大概 做到凌晨三點還是四點吧 就在現場拉網路先貼膠帶這樣子 對 就非常的辛苦 但是後來設備還是crash了 那基本上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SNS 像是Google Plus Facebook 或是說Twitter的話 這個簡報你看得到連結 你點那個連結 點下去你就會看到發生什麼事情 那是我在Google Plus上面寫了非常長一篇 大概寫了兩三千個字吧 我在想說在TICC發生什麼事情 網路為什麼會壞掉 好 這是2014年 可能線路組支援的活動 應該這都算是比較大型的 那小的事情沒有寫 那當然2014年最大的那一場活動 我沒有寫在那上面 因為那個有點政治上面的問題 對 但是我在想我那一個月我在台北 光住宿喔 住背包客加上高鐵交通費 我就花了一萬塊 當然那一件事情就是3月份的那一件事情 也是促使我來台北的一個動力 對 因為我希望可以就是說更直接的去改變一些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們支援了更多的活動 然後我們3月份也在某一個路口待了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很有趣就是 一個人待白天一個人待晚上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12小時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週進去那個會場裡面的時候 我就在我的SNN上面許願就是說 我需要網路線我需要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然後就變成一個許願池 然後就開始就是說 東西要寄到哪裡 然後就寄到那個路口 我們在那個路口有個帳篷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收東西 對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跟前一個講者就比較有關係 因為就是我們可能都共同經過那件事情 只是說它可能是在網路上面是在言論的部分 可是我是一個我不大想講話 我就是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覺得網路這個東西它本身的本質它像水一樣 它是中性的 那只是說你在上面加了什麼東西 但是今天根本的問題是你要有水 那我在做的事情就是讓水存在 所以就是說電啊網路啊水啊空氣這種東西 它是一個基本的媒介 那這個東西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講的話沒有人會被聽見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拉了一條網路線跟電線去裡面 對 然後我們也遇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喔現場有人就帶了那個省電燈泡跟燈座 就說我們來拉燈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是哪一個團體或組織 他說沒有我是路過 他路過就拿著燈座在那邊一個一個接 然後就問說你這邊有沒有電 然後他就幫你一個燈座然後燈管上去 然後他說裝好了 那就是我有空回來巡一下 對 就那個氛圍 我覺得台灣有在紙邊就很有趣這樣子 對 那其實就是說在做這個事情 當然我們會做一些服務上的改進 所以我們的架構慢慢的更簡單 像其實這一次的架構也很簡單 這一次的架構就是三個會議室的有線網路是分開的 然後無線網路是通的 所以2.4一定會掛掉 為什麼 因為2.4的設備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用5G的無線網路的話 不管是手機或電腦應該都OK 對 我這裡現在就是接在5G上面 對 所以應該 其實以後都是這樣子 像那個 今年有一場就是某大CPU大廠辦的一場活動 因為IoT裝置太多 你知道嗎 IoT裝置有什麼 有藍牙 有無線網路 有And Plus 然後有那個什麼 iBacon 然後還有什麼Libby 然後還有很多不知名的東西 還有你家的微波爐都做2.4的 所以呢 我們就是開玩笑就是說 以後我們要做一個服務就是說 我們在現場提供一個法拉第龍 然後你的手機跟你的那個 手錶要配對的時候 你要走進去把自己關起來 然後關起來的時候 按下配對之後沒有問題再走出來 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配對 這個就是你知道嗎 有些東西是物理限制 就是物理學 那個東西叫做自然科學 就是它是根本的東西 其實我們做網路做到後面發覺就是說 我們要做很簡單的事情 實際上很困難 因為變數太多 因為它很簡單 讓大家都可以插手 就像2.4G張道就是 在沒有無線網路的時候 2.4G的照訊可能-80 -100 你現在你知道嗎 你如果在捷運車廂裡面 有人開熱點 大家都開熱點的話 基本上你等於就活在一個 那個微波爐裡面 它的配型照訊就是-20-30 對 這個東西大家都覺得網路很簡單 其實網路非常困難 對 你要喝的水 來源要很乾淨也很困難 你知道嗎 原水濁度到3萬耶 對啊 問題是 它不是新北市市長啊 好 2015還沒過完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那有一些東西還沒寫上去 對 那我們持續的 試著在成本跟能力上面 找到一個平衡點 讓大家就是說 我們可以服務大家 那就是我們也活得下去 好 那使用者習慣的改變齁 有一台電腦 一支手機 那個是大概 那個美好的時代 大概是在十幾年前吧 對 然後其實在那個 2009年 2010年的時候 我的認知就是 每個人至少會有一台電腦 一支手機 一塊平板 所以你看喔 2010年到2015年 這五年已經到 就是說從 一台電腦 一支手機 一塊平板 就是那個時候比較瘋狂 因為電腦很便宜 你看剛開始 就是說手機 可能會有人帶兩三台筆記型電腦 到現在沒有人要帶電腦了 可能 像我身上有四支手機 對 我沒有平板 但是我有四支手機 那有的人身上有兩三支平板 他一塊平板在看電子書 一塊平板在看電子書 一塊平板在玩遊戲幹嘛 我不曉得 對 那網路設備的進步 從802.1b到ac 不過 其實這個事情沒有改變 就是每一個頻道使用者 連線數實際上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使用者 他使用的頻寬變大了 那就是說 無線記憶台 他本身 他的CPU記憶體 因為成本的關係 他會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這個事情 一直都沒有變 你一直覺得 你連線速度變快了 可是當你到大的環境裡面的時候 你跟大家在用的時候 其實一個頻道能用的人 還是差不多而已 所以你在家裡覺得 喔網路很快 到現場網路很慢的原因 其實它的差別在於就是說 你在家裡用 你自己用 沒有人跟你搶 可是你到這邊來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bottle neck 是卡在那個鞋商的 無線網路 他是一個鞋 就是一個妥協之後的結果 他要先確定沒有人用 他才能上去 所以他在等那個時間 就浪費了 對 那從一個人變成很多人 2009年一個人做 那2010年有小飛機來幫忙 然後2010年 2010年 然後2011年開始有第一代 線路組coating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成員 就是說主要的成員 其實都已經建立在2011年就開始了 所以從2011年到現在的落差 就是很多人開始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再有更多的新人進來 那會產生的問題就是說 世代交替 對 然後2012年就是 2012年是一個美好的一年 就是網路都不會太爛 然後大家開始覺得 喔做線路組無聊了 因為很輕鬆 然後就跑去開始ccon 對 然後在2013年的時候 TICC線路組16人 你知道嗎 今年的線路組好像 2015年34人 然後34人 其實講句實在話 我們已經有一個禮拜 大概都沒有什麼睡覺了 然後我最近雇用一個長工 就是我給他一個房間 然後他每天就去那邊幫我整理東西 對 對 我只要付水電費就好 你看這個多棒啊 對 但是今天的 今天的問題就是說 嗯 你回去想2013年 那個時候在TICC 1500人的會場的時候 都不曉得 為什麼那個時候 16個人會活下來 我們理論上應該都 都死在路邊那種感覺 大家就是曾經 在2013年那個時候 有人就做完之後 在飯店 他沒有住宿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可以早上起來 他也沒洗澡洗臉幹嘛 他就去灰廠開始幫忙 對 然後2014年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這兩個場地 極度不平衡 所以我們就是說 如果你想了解細節的話 我們工作人員有無線電 無線電有一個管理組織又任上 飛航管制台 就是兩個飛機場 它有管理塔台的概念那種 就是我們會知道 就是說主要的管理團隊 人在哪裡 他們會 定點定時做追蹤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確定 人在哪裡 就做了很多事情 好第一階段 我剛才做這件事情 是靠杯 你知道嗎 我靠杯人家網路不好 然後我有賭氣 因為我要撐下來繼續做 然後後來我真的做起來了 然後後來就覺得 一個人做很累 當然人越來越多嘛 那軟體社群研討會越來越多 到了怎麼會這麼多 什麼叫越來越多 到怎麼會這麼多 從2011年到2013年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突然 就是社群研討會 從那個 一季一場到變成 就是 一個月一場 所以 一季一場到 一個月一場 它本身就漲了四倍 對 然後一直在稍微利用錢 一直好窮 就是每個月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月要買什麼 無線機梯台 要買網卡 或者是 哇 這一批Switch好便宜 這樣子 大家就一整丟錢進去 那 設備太複雜 設定太複雜 因為買的東西 並不是一個很規律性的 對 就每次買的東西都不一樣 還有啊 人會老 設備會壞掉 其實你講的人會壞掉 設備也會老 也是可以啦 就是 對嘛 你一個組織已經五年了啊 對不對 而且其實這個組織 它是在一個 嚴格來說 它目前的基礎架構 是建立在2011年 對 可是其實我 2009年就在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就是 怎麼講 人過了30歲齁 真的有差 對對對 那個落差很大 你以前20歲之前熬夜 就覺得 哇 睡個幾天就回來了 但是你過了30歲之後 熬夜個兩三天 哇 這個禮拜怎麼這麼虛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們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在大概 去年吧 去年我們跟摩茲 摩茲 對他們做了一個空間 他們做了摩茲公寮 然後就是 因為房租他們的預算 不夠 那我們 我們也去 用了另外一半的空間 我們跟他做了一個 就是 他們的活動空間 跟我們的活動空間 但是今天的問題就是 基本上 做社群 或做社團這件事情 大家丟錢是沒有強制力的 沒有強制力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身為一個 就是說聯絡人 或是領導者 每個月都在跟大家吹錢 奇怪我又不是討債公司咧 對對對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對這件事情 本質上它是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說 大家出錢養空間這件事情 其實是做不起來的 對 好 所以我後來在想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每年都在想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剛開始當然只是 就是說 覺得 我要證明自己 但是到後來 發覺就是說 不做好像會被追殺 每個月都有人在問我 我們最近有一個活動要拉網路 對 我們的預算大概多少 對 如果是社群的話 那就 就問 就是說主員 有沒有人要來去 要去玩一下 那如果那個活動有很多女生 就會很棒 像是第一次的JSDC 大家都說 哇 女生好多喔這樣子 然後會不會看我女生好多 大家很高興 對 但是如果是遇到商業場 或者是說 有一些社群活動 他不是在週末 那個就很慘 對 然後做這個事情之後的影響 我覺得 嗯 我們還在做 就是我們跟大家講 你的網路 你今天的網路服務應該要怎麼樣 然後我剛開始是以技術人的語言 就是說 你的網路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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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要好人家不知道要好什麼鬼 所以到現在我都跟大家講就是說 你今天有一個活動一百個人 那網路好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拼拼打卡 上傳照片 然後他的同儕 如果有我就是上這種群的人 他FP整天就是那個什麼 山豬烤肉這樣子 他就會說 幹我怎麼沒有去吃山豬烤肉 對像這樣子 所以我把它轉成是一個 比較商業行銷的概念 對 那如果做這件事情是對的 如何繼續做下去 這是同樣一件事情 對 但是我是問說 我自己做這件事情對不對 就目前而言我覺得對啦 因為如果我做的事情不對的話 就不會就是說 今年工作人員就是有牌 掛牌的是三十四個人 對 那應該人不會變多 因為對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 目的是對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他要好玩 或是說他有突破性 他要有正面積極的意義 對 所以就目前而言 我感覺我在做的事情是對的 那如果就這樣子的話 那我在想我要怎麼繼續做下去 好 所以我們進到第二階段 我們開始去就是說 接商業活動的網路跟場地部署 支援服務 對 那當然剛開始爆價的時候就覺得 大家高朋友這樣子 價格就沒有爆很高 可是我一直被罵就是 你的價格實在是煞風景 就是被同行罵 然後被朋友罵 你這個價格實在亂七八糟 對然後慢慢的 價格就比較商業性實一點 但是有賺錢之後 就是可以就是說 好 今天就是社群廠 我們就可以少拿一點錢 或是搞不好 以後我們也可以掛贊助喔 先入主以後搞不好是贊助廠商 最近有一個活動就開始 我們已經掛贊助廠商了 對 雖然其實我們的本質 其實嚴格來講 也不能講社群 我們現在是社團 對 然後就是賺錢換設備嘛 賺錢買設備 然後要賺錢養人 對我們接下來會有正職員工 我們就是會有固定有人 就是做窗口去接案 然後賺錢養辦公室 然後賺錢養社團養社群 那養辦公室 才有地方嘛 那就是 社團的話就是說 要有設備完 大家才會來 那 有了人 我們就可以繼續幫大家做服務 對 那社團商轉化 自己要花錢自己賺喔 呃 我們這一次 縣入組齁 有兩個小朋友從學校帶來了 網路協定分析 然後那一台的 價格大概是三十萬左右吧 所以總共帶五六十萬的設備 我很老實跟你說 我在縣入組花了錢 還買不到其中一台 但是我們用完之後都覺得 欸 這個東西比我開車還實用 我應該要買一台 對就是我身上揹著一台車 可是它插下去就可以知道 欸 這個房子裡面最近的設備 最近的switch 我還可以跟這個單位的網管說 欸 你幫我把哪一個設備 幫我調整一下好不好 它還不用查 因為我幫它查好了 對 就很高興 可是講句實在話 我到現在花了錢 還買不起其中一台的一半 對 連二手的都買不起 對 好 這是一個階段 社群階段 開心就好爽就好 單純只是一個證明自己的過程 那社團階段 開始有基礎的服務品質要求 這個 在這一次就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這一次我們沒有辦法 事前對新人做教育訓練 所以呢 在昨天呢 會後的derry review 就是我們在晚上九點 在活動晚上的當天晚上的九點 我們會討論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新人都回去休息之後 就是老人 原來的coding就跟我講說 derry 這次的膠帶黏得有夠爛 怎麼會黏得這麼爛 我說我沒有時間做教育訓練 可是其實我另外一個的認知是說 其實那些貼壞掉的膠帶 就是我們的教育成本 什麼叫教育成本 就是它貼壞掉 然後就是說比較有經驗的人 就會去把它撕掉 然後跟那個人 把那個人帶在旁邊 就是說 膠帶應該要怎麼貼 在線路主有兩件事情 超級基本 一個叫做整理網路線 一個叫做貼膠帶 對 這就叫我們的幾個門檻 對 我們對貼膠帶這件事情 非常 要求非常高 對 所以就是什麼叫基礎服務品質要求 就是大家開始有一個價值觀 我們應該要做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這件事情已經不是我去追他們了 而是他們自己會去要求 有新的同儕團體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這個樣子 當然剛開始起點 可能是我很靠屁 說 噢乾你這個膠帶怎麼這麼醜 對 但是現在我不用做這件事情了 我在想的是下一個階段的事情 好 那今天就是五年了 設備開始會故障幹嘛 所以我們要處理 設備折舊週期 所以我們要賺錢 對 這就是我們商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然後 轉過來說 然後公司賺錢 就是我們 如果說我覺得做這件事情好玩 他可以賺錢 那其實這個跟創業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事情有價值 那我要繼續做下去 他應該要有收入 可以支撐我的生活 然後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那假設我忙到瘋掉的時候 他應該可以養第二個人 那我們現在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有空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最近有一批無線記憶台好便宜 大家一次買個二三十台 然後LINE就可以自己修改任體幹嘛 像有USB的無線記憶台 就可以拿來接很多設備 做其他的功能 對 然後就是說 有些人他上班很累 他下班只是想找人聊 他不見得要玩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到這邊來 他就是 我們有登記他的 類似會員制這樣子 他刷門卡進來 我們有一個 我們在線路組 有一個LINE群 他寫了很多服務 我們寫一個LINE機器人 就是誰進去 刷卡 他就會跳出 喔 NEO使用舌頭打開大門 那個訊息可以改 所以每個人會有每個人的特色 那NEO的代號 我們有 他有個綽號叫大蛇丸 舌頭的蛇 對 他有個粉絲團 你可以去Google 對 然後對 所以就是說會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寫很多有趣的機器人 像如果有人遠端開門 因為門禁系統可以通過VPN連線 遠端開門 那最近新開發的功能叫做 某某某遠端VPN連線 那接下來就會跳一個訊息 遠端開門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誰遠端開門 就是 就是 宣陸主我們常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既有的東西上面亂搞 只要他不會的話 也就盡量搞 就是反正沒有事做嘛 或者是說這個東西覺得 應該寫出來自己用 不用對其他人負責這樣子 但是很好玩 好 然後社團穩定之後 就可以繼續提供軟體 網路社群相關的基礎服務 因為就是說 我們終究要花錢 那錢要從哪裡來 我們剛開始是跟每個活動 要那個設備折就經費 可是第一個就是 有些活動他本來就沒錢 然後第二個是 這種東西很難界定 因為折就很難算 所以我們到後來 我的想法是 我們應該自己賺錢 然後是去承擔這些東西 我們應該在這一些 社群活動裡面 我們應該是接近一個贊助商 或是支持者的角色 對 所以我們就整個方向 就慢慢的調整 就轉過來 然後有趣的巧合 就是 五年是一個很有趣的數字 我在 我用五年的時間 就是從 2010年 2009年 那是單純賭氣就算了 我從2010年到2014年 去確定了 就是我們 第一階段的運轉模式 跟第二階段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正式開始發展是2011年了 那我目前工作的軟體公司 也是2011年成立這樣子 對 我個人目前在一個台灣 蕭有名氣的遊戲公司工作 這樣子 對 好 那就 Q&A 那這個文件的授權模式 是姓名標示 就是 配商業衛星 禁止改座 那這個文件其實 它本來就是公開的 它在有網址 你有follow我的SNS的話 應該就直接看得到 好 那就 我們現場 我 我還有幾分鐘 對 我講應該講蠻快的 因為我覺得 比較重點是Q&A 就是 你覺得 經營設 多久 10分鐘 OK 好 那我們有10分鐘應該可以講 回答一兩個問題 那你要問什麼問題都可以 我個人的問題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我保留 回答的權利 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如果 如果三分鐘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休息好不好 因為我想去吃點心 好 那 有沒有 哪位 聽眾想要問 你服 關於先入處相關問題 可以舉個手 讓我看到你們 可以舉個手 按一下麥克風吧 因為其實 先入處這樣 感覺時間也蠻久了 那一直都沒有做商轉的考量 是什麼 明白說就是前跟公司成立的門檻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最近有一個法令的修改 讓我們覺得這件事情 比較可行的原因是因為 呃 我有一位朋友在做行銷 他在FB上面 就是說大陸公司 問你做這個創業的三個理由 他其中第一個理由就是 假設王虎 或者是說 淘寶這一類的大型大公司 他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那我在FB上面直接回答 就說 丟給他做啊 有人做多好 那我就可以做別的事情 如果他做的品質可以跟我更好的話 我們就應該被取代 就是今天台灣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今天站的毛坑不拉屎嘛 那我們今天要想的事情是 我已經30歲了 那先入處在做商轉 接下來主力就是20歲的世代 對 我要儘快的讓自己被淘汰 這件事很怪對不對 但是我已經累了 我想要想下一步的事情 那 做技術 做整個流程開發 應該是更年輕的人做 那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是把自己的 認知跟理想 傳給我們下一個世代的人 那如果他們做的 可以比我們更好 那不是更好嗎 我覺得開放文化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是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我 其實線路組在技術上面 我們在規劃上面 其實沒有怎麼開放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安全性的因素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問我技術的話 那隨時就可以到線路組辦公室來 對 那商轉這件事情 很明白講就是錢 那我們 其實有考論過就是說 協會或基金會幹嘛 可是我覺得都不對 因為最根本的問題是 如果 我不用靠募款的方式 我能自己賺錢的話 我覺得這是最正面的 因為那代表我對社會負了責任 對 那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謝謝 好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問一下要加入那個線路組的話有什麼要求 其實我們只希望你熟悉你家裡的無線記憶台就好了 對 因為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個題目叫做 十個人的網路 跟一百個人的網路有什麼差別 一百個人的網路跟一千個人的網路有什麼差別 但是我必須很抱歉的跟你說 我目前看到的 我最近有印證一個助理 其實台灣大學的公資管相關科系的學生 他們平時對基本的這一些 你在家裡的印表機跟無線記憶台完全不熟悉 我們找到的助理其實他是一個做行銷跟設計相關的 因為他家裡有自己拉過去網 所以他知道怎麼做 這個東西其實讓我對台灣的資訊資管相關科系的學生 有一些 不能講有一些 算非常失望 很簡單 一個USB Stand-R的接頭 他跟我講說 那個是接Androno板子的接頭 他說不出來那個是USB Stand-R 對 但是這是台灣現在的資工資管 資訊教育 我必須這樣跟你說 所以你只要把你家的無線記憶台摸清楚 那剩下規模變大的事情 我們會教你 對 謝謝 好 那還有沒有下一個問題 我們應該還有一些時間 還有 後面 後面 David 我補充一個東西 你把那個我們CPR廳的網頁開出來 好 FB應該比較方便一點吧 雖然FB不是很好啦 對 大家都還是用他 對 雖然說我個人比較喜歡鬼塵Google Plus 對 因為Google Plus的訊息很好搜尋 除非你被我BAN掉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這個是我們目前的公關窗口 對 那是開放的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那請按麥克風好嗎 OK 我請問一下 David 平常偶爾會跟你私下交流 那我這樣正式問一下說 如果未來這邊還需要做一些 就是有一些研發跟實驗 然後在戶外做一些 為了公民直播的問題的訊號暢通 所以呢 如果跟線路主做一些技術交流的話 我們一般人該如何跟你們做 所謂的正式接觸這樣子 就目前而言的話 FB是一個窗口 那我們的網頁上面有請聯絡我們 那個點下去有官方的E-mail信箱 那那個E-mail信箱的話 會寄信到我們幾個主要在做規劃的成員 的E-mail信箱裡面 那我會去爾賽人 就是跟你聯絡 看我們這件事情怎麼樣可以進行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最近 就是 呃 施滑什麼東西啊 我忘記了 對 就 又施又滑 對 好 呃 在那個地方 其實在台灣的政府機關附近 很難取得網路 對 那我們還在想可行的解決方案 對對對 但是就技術上面的交流 我覺得 我們還蠻多事情可以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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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按麥克風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你覺得社群到變成社團的幾個關鍵點是什麼 好 社群變成社團的幾個關鍵點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價值觀 你期望你的有線網路跟無線網路服務是什麼樣子 對 我們的價值觀就建立在這個地方 剛開始做這件事情我就覺得網路為什麼這麼爛 但是我跟你說其實到現在 除了人文觀以外 我們還沒辦法找到第二個網路可以維持這樣品質的地方 對 所以到最後的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樣建立一個群體我覺得到最後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你們想要往哪裡走 就像蓋房子一樣 那我們就在蓋網路 可是從蓋網路這件事情 我們要處理電力問題 然後要處理電力問題 我們要處理管線問題 到最後可能我們連場地問題都要處理 對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有 就是有 處理別的問題的原因在於就是說 有些問題 很根本 我如果開玩笑講說我來做L0 什麼叫L0 L1是線路嘛對不對 當然L0就是管線 我們現在連管線要 連網路線要怎麼走都要管 對 就越管越多 可是我們的本質其實就是 我們希望給你一個可用穩定的網路 它可能不是很快 但是它是可用穩定 謝謝 請按麥克風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目前 縣路主的支援到最多幾個人可以上網 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我沒有辦法要求很順暢 但是 如果我們以百分之七十的及格率來講的話 我們至少一千個人穩定上網沒問題 所以基本上那一場活動應該是一千三百個人到一千五百個人 對 所以縣路主的第一代的核心成員現在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活動只有五百人 然後大家就 沒有感覺 因為第一代的成員會做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就是 活得太無聊了 我們想做一點刺激的事情 然後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 網路要炸掉了 快點快點快點 網路要炸掉了 哪個設備趕快調整一下 他們在尋求的是刺激感 你知道嗎 有些問題不是靠智慧能夠解決的 有些問題就是 其實你們都是我們實驗的白老鼠 只是 在台灣已經 就是活動要再大 台灣的活動大概門檻在一千人 要超過一千人來講 上去就三千人 那三千人有一個場地叫做TICC 那基本上你去三千的那個場地的話 你一天的票價應該是四千塊到一萬塊 對 但是以四千塊到一萬塊來 來估現場的成本來講的話 我們的這場活動應該要辦五百萬到一千萬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也很希望就是說商業組織 在一個行銷跟一個使用者體驗的前期上面 讓我們做 幫他們把網路做好 那我個人的目標是希望可以拿下南港展覽館 因為南港展覽館可以放四萬人 我只要對折兩萬人就好了 如果我可以讓兩萬人的連通率達到百分之七十 就是一萬四千人 那是我的終極目標 但是我目前沒有這麼急 我覺得我們這個東西可行性 可能是在十年之後 就是商轉的工資打到一個規模 可能至少有十到二十個人之後 謝謝 謝謝 還有用嗎 請說 我延續一下 所以現在業界的話 是已經 比如說在南港展覽館那邊 是已經有業界同仁是支援到兩萬人嗎 沒有 那你們是第一個 我們也還沒有 因為TICC 不是 就是展覽館相關 有一個單位叫做外貿協會 那如果你有機會跟他打交道的話 我相信你不會想跟他做生意 啊 糟糕 我說不該說的話 對 對對對 那個應該要另外開Lighting Talk 可是這一段的話 如果 你要我說實話的話 大概全段都是 要消音加上 禁止錄影錄影這樣子 對 那業界的話 現在最高資源到多少了 業界最高資源到多少 前幾個月在這邊有一場活動 他有一個記憶台 他的入門版本是四百人 然後 他的高階版本是一千人 但是 他第二天掛掉了 對 因為他的架構不對 就是 其實今天線路主在做的事情 就是 你以前找 系統整合廠商在做的事情 我們是反過來做 因為以前 系統廠商在滿足的東西 是你電腦上網的需求 可是我現在在滿足的東西 是你手機上網的需求 有一些東西 在物理上面從來不會變 像是天線的大小 發射的功率 這些東西都不會變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Stage 我們還有下一個階段 要做的事情 但是 目前我們要先養活自己 如果下個階段做的起來的話 我們會從 整個無線網路的基礎架構 做改善 但是 那個東西 目前在台灣 跟目前所有 EVEN 是西斯科這樣的廠商 都沒有人做 還有問題嗎 好 那如果說 大家想吃點心的話 就鼓掌好不好 謝謝 謝謝各位 好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再歡迎 就再謝謝一次 那個利夫 謝謝 bona 謝謝 我們會一點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